减肥是一个永远聊不完的话题,尤其对于女性来说,不管是女高中生,还是跳广场舞的退休妇女,只要几个女性凑在一起,一定会聊到关于减肥的话题。 多数情况下减肥都发生春夏阶段,毕竟春夏穿的衣物比较少,身体稍有肥胖很容易就被闺蜜们发现,而秋冬季节就算多吃一些长出肥肉,藏在衣服里别人也看不到,不过就是那么一些对自己身体极度不满意的女性,即便到了秋冬季节也还是坚持减肥。 对这种精神我们表示赞赏,可具体减肥的方式注意不要犯错,避免减肥失败,还有发多种慢性病。 一、节食减肥的方法不可取,说到减肥的办法难以计数,但最常见的莫过于节食减肥。 毕竟节食减肥又省钱又容易操作,可节食减肥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大的。 首先节食减肥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,食物摄入的种类减少,摄入量减少,必然无法满足身体正常代谢需要的营养素。 严重是还会导致女性生理期紊乱,更严重的结果就是导致女性不育,其次皮肤的弹性光滑,离不开充足的蛋白质、维生素等。 节食则会让这些营养摄入不足,皮肤没有足够的原料去更新换代。 而想要保持皮肤弹性,必不可少的需要摄入足够多的蛋白质,二指吃低热量食物的方法不可取。 大家知道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,可以给身体提供热量,而主食中含有的电饭转化成糖分之后,也可以给身体提供热量。 但肉类和主食正是减肥人群习惯少吃的食物,在秋冬季节是外温度低,倘若一味的食用低热量的食物,不但有损健康,而且也无法抵御寒冷,就很容易发生感冒情况。 三,不吃晚饭减肥的方法不可取。 有些减肥人群虽然早饭和午餐正常吃,但晚饭选择不吃或者少吃,他们觉得晚上的运动量小。 如果再吃很多食物会影响减肥,确实晚上通常不会有太大的运动量,所以晚饭适当少吃,一些的做法是正确的。 但如果晚饭一口都不吃那就错了,如果晚上再不吃晚饭,那么最后一次进食是在中午,到第二天早饭有十几个小时之久,饥饿感会促进胃里胃酸分泌,长期晚上不吃食物可能会患上胃溃疡,胃炎到那时候会都来不及。 各位朋友,你有过减肥经历吗?你用的是哪种减肥办法呢?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故事。